现代人因为饮食习惯的改变 造就了剪刀经济 因此新店农会就特别邀请了名厨蔡万利 来教婆妈们制作冷冻条理包 希望让家庭主妇或者是职业妇女 在准备餐点时可以更加的便利 甚至能够作为副业来增加收入 因应现代人生活忙碌以及疫情之后的影响 造就了剪刀经济 因此新店地区农会规划的女力陪力课程 就特别邀请名厨蔡万利来教婆妈们制作冷冻条理包 将准备好的猪肉片洋葱加入调味后 在大锅内煮到入味 然后包装就大功告成 蔡万利也特别提醒婆妈们 制作过程中应该考量的细节 在制作的过程很多东西不能加 绿色素材不能加 还有很多的像我们挑条理包 注意的是就是续菌 续菌产生所以再要产用热冲田 热冲田或者说冷冲田 后段要做个灭菌 它急速降温然后冷冻 然后储存 由于职业妇女比例大增 下班后如何让菜肴快速又方便的上桌 冷冻条理包就是未来最夯的饮食潮流 此外冷冻条理包可以一次大量制作 分装冷冻保存 并且分享给独居长辈或是在异地求学的孩子 甚至能够成为家庭主妇的副业 真的是方便快速而且附加价值高 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学会以后 那可以最主要的是大量制作 那少量包装冷冻储存 那我们送给的对象是我们的长辈 独居老人 或者说我们在外求学的小孩子 或者说在外工作的先生 你寄给他那吃到太大的味道 他当场会感动到掉泪 前来参加课程的婆妈们则说 冷冻条理包制作不困难 好保存 附着容易 对于家庭主妇或是职业妇女来说相当便利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人口都很少 而且你说假如做菜的时候做大菜 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做 那我们假如做这个条理包 对 拿给小孩子吃 或是给长辈吃 非常的方便 而且简单 老师教得很仔细 新店会表示 因应饮食习惯的改变 希望这次的课程 可以提供妇女朋友们生活上 以及经济上的帮助 也让消费大众可以吃得更健康 记者成品这门奇 新店参访报导